在屏東縣牡丹鄉的高氏部落 这一天有一群特别的访客 就是六位背景不同的学生 他们参加屏东恒春基督教医院的 医疗团队活动 来到偏远的地区进行关怀工作 而公民记者就记录下了这完整的过程 从陌生到熟悉 其实只需要一点点的用心与关心 学生都叫长辈VUBU 这是排湾族对祖父母的尊称 而当地排湾族原住民的阿公阿嬷们 也热情教导学生 一起牵着手跳起传统的迎宾舞 原本陌生的两个族群 就在舞蹈中渐渐拉近了距离 而学生从这次活动中也获益良多 身体力行去付出 用心去体会 的确是学习的不二法门 在屏东大人科大的学校礼堂里 也有一群由大朋友小朋友 组成的生命教育团体 他们已举办音乐剧的成果展 来呈现出生命教育的丰富成果 公民记者Kino完整地记录下这一切 我们主要是在学校里面推动生命教育的课程 我们除了利用周间的时间去讲故事 带小朋友做游戏 让他们能够认识生命的意义 建立好的生命信念 而会场也展示了许多大哥大姐 翻山越岭到原住民部落 关怀小朋友的照片 这些感人的真实例子 就是学生最好的学习榜样了